各位播种的伙伴 大家2022年平安 新的一年 可能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旧的挑战 你想到的大概不外乎是经济上的 疫情上的 是的我们都面对到共同的焦虑 是全球的焦虑 也是每一个人对前景不明朗的焦虑 面对这种空虚混沌约面黑暗的状况 我想神的话肯定是使我们的心里 重新有盼望的焦点 在今天在这个月份 要和大家用创世纪一同来思想上帝的心意 我们一起来听神的话 我来读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始 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 约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 就把光暗分开了 神称光为咒 称暗为夜 有晚上有早晨 这是头一日 神说 诸水之间要有空气 将水分为上下 神就造出空气 将空气以下的水 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 事就这样成了 神称空气为天 有晚上有早晨 是第二日 神说 天上的水要聚集在一处 使旱地露出来 事就这样成了 神称汉地为地 称水的聚处为海 神看着是好的 我们在这些经文的叙事里面 我们一连串看了前面三天 其实我们还没有把第三天读完 第三天还有接下来历史一节 他在这个汉地上的创造 好麻烦 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书 并结种子的树木 各从其类 种子都包着核 是就这样成了 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书 各从其类 并结果子的树木 各从其类 果子都包着核 神看着 是好的 一连三天 除了第二天 我们没有听到好这个词之外 第一天第三天 神都称他是创造为好 这不是第二天不好 但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看到的是 第一是空虚混沌 约灭黑暗 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混沌 全能的上帝做了一件事 他决定把光放进这一个混沌黑暗的世界 也正是这个决定 让上帝有了一个正确的 当然从上帝来都是正确的 有一个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混乱和黑暗 上帝看光是好的 他把那个美好的光放进这个空虚混沌 约灭黑暗的世界 于是乎 接下来的每一天 在神的眼中 他看着理论上还没有好的创造 他都说好 每一天其实都还没有好 那你可以想象 你今天可能去买一个预售屋 你看了那些展示的这些销售人员 给你看那个样品屋 哇非常的漂亮 然后你就缴了订金 然后甚至开始每个月每个月 开始缴贷款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还没有进入这个动工的阶段 还是在销售阶段 然后开始动工了 也不是立刻完成对吧 他要一天两天三天 当你去到那个工地的现场 拿着当时候你预售屋买的那些图样 一边看了那个施工中的过程 我想我们大概很难说 好很好 我们总会觉得不好 哪里好 还没有盖好 怎么好呢 可是我们却发现 我们的上帝有一个很奇特的眼光 他就是在这一个过程 他看着每一个过程 他都可以说好 说实在这对我们的一生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操练 当地是空虚混沌的时候 神决定用光 就是他看为好的光 放在那个空虚混沌当中 而在接下来发展的过程 就是因为神看为美好的光 放在这一个空虚混沌 冤灭黑暗的世界里 于是 这个世界开始分享了神的好 开始领受这个从好而出发 一切的创造行动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觉得你目前的工作职场好不好 也觉得你目前的小组生活好不好 你觉得你的教会生活好不好 那我现在问你的时候 你可能会给我list out一大堆 我们的牧师这样这样这样 我们的传道这样这样 我们的组长这样这样 我的老板这样这样 我们的客户 哇是不是 菜难搞了 我们可以有非常多的不好 我们不需要否定 或假装这些都是好 他们是真的不好 圣经一告诉我们 空虚混沌约灭黑暗 神不是说空虚混沌约灭黑暗 称这些为好 没有 他就是不好 他就是一个真实的状态存在那里 而我们怎么看这个真实的状态呢 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是忧伤挫折的 我们一定会被这些真实的状态弄得 被惹毛我们的 或者是我们觉得筋疲力尽 早上公司要面对开会 业绩压力 然后同事的耳语我诈 下了班阶孩子放学 然后做家事 然后整个家事做完了 小朋友可能要你要看他的功课 有太多太多的事情 我们觉得快要忙翻了 我们实在很难在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空虚混沌当中看到好 但就在今天 就是圣经 就是创世纪作为第一卷书 他用好 他用好来看待一个不好的世界 原来不好不是个结果 原来好也不是个结果 你发现在圣经一开始的时候 他并没有告诉你 什么时候开始空虚混沌 圣经也不交代 什么时候上帝开始存在 好像我们就知道 有一个客观的空虚混沌就在那里 然后我们看到也有一个 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开始存在的 那一位永远的上帝 他也在那里 然后这位永远的上帝说话了 向着这个不好的世界说话了 向着这个不好的状态说话了 于是好的故事就在上帝的话当中 渐渐渐渐代替了不好的故事 亲爱的兄姐妹 我们都有许多的现实感 银行贷款还没有缴完不好 我们后续化疗还有几次还没有完成 现在开始已经掉法了 胃口很不好 嘴巴里面开始有破洞 吞咽觉得很辛苦不好 我们好不容易花了九牛二虎之力 聘来的牧师选出来的童工 没想到让我们失望了 不好 好不容易攒钱买了这个房子 住不到一年发现漏水 不好 我们真是在许许多多真实的不好里面 我们纠结 我们甚至一度怀疑 上帝还一开始的时候 我找工作不是有祷告吗 买房子不是有祷告吗 我做很多的决定都有祷告 但为什么不好呢 这些不好发生了 我该怎么样继续往前走 上帝给我们看 他自己走给我们看 他怎么走的 每一天都还不好 然后他每一天都 你说上帝好像有点自我催眠 如果你要这样讲似乎是 可是上帝他不是自我催眠 上帝乃是用他的好 宣告的好 并且产生好的果效 我们来看第四天的工作 神说天上要有光体 就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 节令日子年岁 并要发光在天空 普照在地上 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 大的管昼 小的管夜 又造很多很多 Tingle Tingle Little Star 很多的重心 对不对 就把这些光摆在天空 普照在地上 如果你有自然科学的尝试 你都知道 真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星星 他们是一早就发亮 我们现在看到的亮 大概是已经经过了 不知道多少百万千万亿光年 才来跑到我们眼睛肉眼看得到 上帝原来一开始创造的时候 就啪 就都有了 然后呢 十八节 管理昼夜 分别明暗 神看着是什么 是好的 我们想跟上帝说 上帝我都还没有登场 怎么会好 上帝开始一直讲好 一直讲好 一直讲好 神说 有晚上有早晨 这是第四日 二十节 神说水要多多滋生 有生命的物 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 天空之中 神就造出大鱼 和水中滋生的各样 有生命的动物 各从其类 又造出各样的飞鸟 各从其类 神看着是好的 虽然鸟会大便 虽然鱼 大鱼吃小鱼 虽然有很多自然生态的变化 神超享受这一切 神看着这一切 好的 我们再继续看 神就赐福给这一切 二十六节 神就赐福给这一切 你没有看错 神就赐福给这一切 说 滋生繁多 充满海中的水 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 神的赐福跟繁衍有关 神的赐福跟遍满这地有关 有晚上 有早晨 这是第五日 我们要来到创造的高峰了 第二十四节 神说要生出活物来 各从其类 生住昆虫野兽各从其类 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 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 生住各从其类 地上昆虫各从其类 神看着是好的 神看各从其类是好的 神看每一个被造的物 都是好的 神看着他口所说的话 成就了的这一件事情 是好的 这是一切好的根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对于好的思考 往往是结果 当我们从结果出发 我们都会说 还有那个结果 或这个结果还没好 我们应该要再加上那个结果 这样加起来 才会刚刚好 嘟嘟好 那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的限制 我们把每一个时间里面的东西 因为我们活在时间里面 所以我们只能把时间加总 然后说一定要加到什么程度 我们觉得才好 399吃到饱 好 手机1399用到饱 这是台币计算 总之 我们看到很多的东西 要按照我们认为好 我们才觉得 我得到那个好的结果 我才觉得是好的 可是没想到 上帝的好 远远比结果 还要更优先 上帝的好 远远比结果 还要走得更远 到底怎么是上帝的好呢 26节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照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 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 造男 造女 到底什么是好 在前面我们看到了 如果好不是一个结果 因为那个结果是不断地在堆叠的 还在进行中的 那么好是什么 好如果就是神 在创造结果的过程当中 给的游戏规则 也不错 那叫做各种其类 神看这个是好的 也不错 可是你知道吗 还有个更核心的好 就是神他自己 God is good 神所说的话 句句都定准 神的话发生效力 在时间和空间当中 神看这一切 是好的 弟兄姐妹一切的美好 源自于神的话 神的话要发动在时间和空间的里面 只是我们真的好有限 我们你看脑子知道 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 这个是我们脑子知道的 可是你有没有为了教会难过生气流泪 有啊 我们为了长老牧师 同工跟同工之间的吵架纷争 我们觉得主啊怎么是这样 我们就哭了这样 我们不能说皇帝不及及时太监 但是我们的主才是教会的头 不是吗 我们常常想的是 牧师是教会的领袖 长老是教会的领袖 还没有牧师之前 这个长老就已经在这里了 还没有这个长老之前 这个宗派就已经在这里 我们会有非常多 优先于神话语之前的价值 或我们肯定的那些对象 我们看这些是好 一旦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不好 如果你是看中关系的 那你就觉得不开心 如果你的目标没有达成 你也觉得不好 如果我们觉得教会定了一个计划 然后大家没有按照计划去行 你也觉得不好 我们可能定了计划12月要达成 我们现在还没有达成 比如说我们今年希望 比如播种好了 播种我们希望能够募到250万 在刚刚过去2021年 感谢赞美主我们在2021年结束的时候达标了 可是你知道吗 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有这个默默的分享 我压力很大 因为我是一个不善于募款的人 然后我会想到说 平均每个月要20万的奉献 去哪里找20万 每个月这样 我只会讲道 我只会在教会里 我只会在神学院教书 我不会扮演这个角色 我觉得不好 压力太大了 因为我看的是每一个月 还没有办法达标的 我看的是每个月 每个月 每个月 有些时候财务报表达标了 有些时候没有达标这样 我说我很难倾心的服事准备信息 可是这也不是不属灵的事情 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 可是当我在播种服事走过了一年 回过头去看 我就看了很多自己过去承受的压力 走过了这一切 慢慢的再学 上帝不是把我放在话语的服事上吗 如果神让我参与他话语的服事 每一个服事都是与神同工 不是很好吗 当我已经领受了这个好 神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 神是信实的 是 我知道 我也会传讲 以而华以乐的信息 但除非我的生命真实的经历到 创世纪的每一天 每一个过程 就是我还在第一天 我其实看不到播种的第七天 我还在第二天 我也看不到台湾分会的第四天 我看不到 我没有办法走到时间的后面的 但我要凭信心相信 神看这事情是好的 不是我做得很好 没有 我还没做完 还做不好 要改变 要什么 有太多可以改变了 但我知道那个好 不是结果 不是我做得到那个好 我做不到 因为那个好 是指向神的说话 那个好 是上帝的同在 那个好 是上帝自己 亲爱的弟兄姐妹 2022年即将开始 你有看见上帝的好吗 那因为爱你的上帝 把你放在这个家庭 这间教会 这个小组 这个工作 神有他美好的心意 不是把你当工具人 不是使你被家人的情绪勒索 神看这事为好 不是把苦难当成好的 神看这事为好 是他的话带有能力 你想知道神的好 回到神的话 Back to the Bible 但你回到神的话 你能够明白 原来好 不是我们好不容易达成的一个目标 好 我们把募款的钱达标了 好 这些都好 但是你知道吗 真正的好 是出于神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看见那最好的 遇见那最好的 我们总是在教会当中 传讲分享 努力这些次好的事 愿神帮助我们 在2022年 跟着播种一起成长 跟着神的话一起经历 我们看见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和神心意 从神而来的美好 愿神的话语 成为我们2022年 每一天的力量 我们可以看着神的话 我们说主 谢谢你 God is good 你是好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啊 我们生命里面 总是有许多的角落时刻 是空虚混沌 冤面黑暗的 我们很辛苦 我们很疲惫 我们也不想麻烦人 不知道能怎么样度过 即将被lay off的危机 要面对创作上面的长思枯竭 要面对整理一个家的无能为力 主要我们生命里面有太多太多 即便2022年新的一年开始 我们仍然扛着旧的责任 我们若没有你 若没有你的话 我们将要在空虚混沌 冤面黑暗当中 宰富宰成 愿你帮助我们用你自己的话 让我们今天不只是听见你的话 主啊 我们要看见你在创世纪第一章所做的工作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主 你持续的工作 你持续的工作 你没有放弃的工作 你要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生命的现场工作 是我们在职场的现场 家庭的现场 是我们在疲惫 躺在床上无能为力的现场 主 你都要在那个环境里面工作 因为你的话是好的 你的话要带来力量 愿你用你自己的话来服侍我们的心 使我们从你的话得力量 得安慰 得到盼望 这是我们的祷告 也是我们恭敬地将自己的2022 交在你的手中 愿你带领我们 同心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